自己把自己堵死了 昨天看到这种数据 我很难受 当时就哭了 半天都没说话 中国的农药使用量 比这个地球 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 这是联合国的数据 我是肺癌患者肚三 身上还有一个瘤 以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肚三 无辜的躺着种情 各种稀奇古怪病将盛处不求 医院将拥挤不堪 农药加激素 每年都有200万吨以上 撒在祖国的大地上 它会顺着各种食物链 进入国人体内 如果每年这些都摊到个人身上 每个人有三两多的农药激素 需要我们来消化掉 自己把自己堵死了 如果有人让你立马喝一瓶农药 你会说这是犯罪 而我们每个人一辈子 何止喝掉一瓶农药啊 我们就像砧板上的肉 明知道有毒还得主动去吃 更可悲的是许多人有病了 到死那天都没弄明白 自己是怎么死的 可知道了又怎样呢 谁能来改变 唉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的后代该怎么办 如果能用我弱小的余生 来唤醒几个人 我也就算值了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零现金